好那咱们呢今天就以绝大部分同学都是考过PT这样的一个基础来给大家做这个公开课 那我今天给大家展现的是呢比开文老师好看那么一丢丢的PPT是吧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这个露脸了 好那咱们今天的这个PT一共分成四个部分 哪四个部分呢那我需要大家知道一下我等会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安排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是要跟大家讲的是PT的新提醒解析和未来展望 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在每一次的遍题的时候对于每个同学来讲都特别的心慌 那我们特别有感受就是你知道有些同学他可能正好是9月份上完的课 你可能9月份刚跟他讲的东西呢突然在他10月份去考试的时候一下子就变了 所以这个时候同学心里也很慌我们其实也觉得非常的难受 因为其实毕竟官方在换题的时候并不会给我们提前通知 那这个时候这些同学我们就叫做他们叫 你把他说的难听一点就叫小白鼠 但你把他说的这个奇才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为你们去打这个头证了 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到了10月末 那么这些头证的同学呢也差不多能有一定的这个信息汇总了 那么我现在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好吧给各位同学报告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家经常会问到的问题说 以后PTE的提醒会怎么办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我个人认为其实也是非常公正的一个回答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PTE在刚刚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PTE是在2014年11月就2014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正是当时被澳洲移民局接受了 那其实那个时候呢不要说各位了 因为我和凯文老师原来都是交雅思的 所以我们交雅思的时候本身也是算是经验比较多了 我们当时交雅思 你像凯文看起来年龄就比我大个十来岁对不对 所以说他呢就交了个那么个快20年吧 我就交了个大概六七年这样的一个情况开玩笑的 他那个时候大概交了大概有八九年吧 然后我可能交了大概五六年的样子 所以我们两个比在座的各位同学更加抗拒一个新型的考试 就是我们特别抗拒这个考试 我们就觉得我们交雅思好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交一个新的考试 结果呢后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变化 就是大家突然一下都特别接受这个考试 原因是因为PT太能够在七分和八分这个三十来岁吧 不止十来岁吧 那我大概其实也就二十出头 我就二十一二 anyway 我们就不说这个梗了 一会说他可能要打飞滴过来掐死我 anyway 那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其实我们突然发现在七分四个七和四个八的过程当中 学说十分难的考到 那么当时的那个比例也是可能一个班十五个人吧 也许就只有三四个人能真正的考出四个七 而且一般情况下会卡在雅思口语上面 对吧 和写作 有的时候不太稳定 但是最终可能还是写作 所以就开始到了一个疯狂的上升期 好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 就是他这个疯狂的上升期还和一个什么东西有关系呢 就和基金稳定期非常非常有关系 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从基金从一开始就在变 比如说一个月大变一次 两个月又大变一次 是吧 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就可能让大家觉得 哇 那这个考试也没有比PT 没有比雅思简单到哪 其实这个时候为期的一年半 都是全球基金稳定的一个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人就跟疯了一样 比如说我们等会要讲的那个right fund dictation 我们可能就会发现 以前就是可能没有比你们早多少 也就早考半年的学生吧 早考半年的学生 他其实被八十道题就足够了 但是现在你知道right fund dictation 涨到什么地步吗 涨到大概两百五十道题左右 而且这个还不包含我们现在已经有的知道的基金 你想想万一是我们现在机构没有收集到的基金呢 那再藏在背后可能也有个几十道题 是不是很恐怖 所以以前的八十道题就可以搞定一道大题 现在你去背了这么两百多道题 还搞不定一道大题 所以其实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 那么这个变化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今年 在今年的五月份 所以其实整个2015年 下半年到2016年 这一个PTE被大家疯狂所接受的时间 其实那一波考生都是非常幸福的 结果到了现在这样子 好了 确实没有人跳出来说 老师你说我还要不要转考PTE 确实是大家都接受了这个东西 结果 那么PTE已经开始换题了 那么五月八号的时候 他正式的出了一波非常大的新题 就像开文老师说的 其实他一直在慢慢的加 但是在个别题型上 加的数量让人觉得 这个明显的会和以前的基金命中率 有点不一样 那么其中呢 这么几个题型就重灾区 OK Retail lecture 对吧 你们刚刚看到了很多奇葩的题 那个翼龙 对吗 Describe image 就是给人的感觉很慌 但其实我个人认为也是纸老虎 我们整个非凡英语老师 都觉得可能是纸老虎 那比如说听力部分的 right form dictation 它几乎是在以成倍的这样一个数量 比如说 我记得五月星题 那个时候我们统计下来的时候 可能差不多正好加到一百 一百六十个题左右 所以正好是double了以前的量 这样子 那么这一次就直接又加到 大概两百三四十道题 所以几乎呢 就是每一次它都会翻倍 这样的一个量 OK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诗愿 那这个诗愿呢 PT官方再次加题 那么主要集中在 还是这么几个题型 OK Retail lecture 对吧 大概十题左右 summarize spoken text 这是听力当中题 Describe image 刚刚凯文老师给大家展示的 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它主要集中在一些 就不怎么规律了 因为规律的话 大家都知道我可以用模板 那么现在不怎么规律了 可能就会导致一定的恐慌 那么在听力部分的话呢 可能write form dictation 还有summarize spoken text 给大家带来的冲击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们今天就选择了 在十月份的星体部分 去给大家讲这两道题 OK 好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我进行讲新题的过程当中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要看一下这个时间 你看它的稳定期 稳定了多久 同学们 它稳定了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呢 突然的两次加题 也就相隔不到五个月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就意味着 咱们以后的这个考试啊 大家要注意 新题只会增加 因为有些同学 他会问我 我相信每个同学 就是现在在听公开课的同学 心里面都有这个疑问 你们肯定都在想说 老师要不要我等 这次十月加题稳定了之后 我再来考试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这个方法一定妥当吗 首先如果你来问我的话 出于负责任的角度 我完全 我会跟你说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PTE的 那个开发 开发者 对吗 就是我没有任何一个权限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去推测它 那么你看 我稳定了一年半 到现在加两次新题 中间只隔五个月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下一次加新题 大量的加新题 一定会比五个月少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推测它呢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大家所谓的这个稳定 你觉得是一个月稳定 还是两个月稳定呢 那现在报考位 又特别的着急 每次报考位 都要大概在一个月之后 才能有考位 那Voucher 在前一段时间 又不可以作为 免费的退考位使用了 所以现在其实 各个形式都紧逼着大家 那所以我特别觉得 以后的PTE 会发展成为第二个雅思 很简单嘛 他赚了钱 他可以去做更多的marketing 他可以和雅思和托福一样 成为世界第三大考试 作为Pierce来讲 他为什么不去选择 要做这件事情呢 所以无论是从经济角度 还是从学术角度 甚至以后更多的移民国家和大学会接受这个考试 那么我觉得他的题库一定会日益发展 而且会发展到什么情况呢 就像雅思这样子 你可能要依靠预测 或者是去选择性的准备一些题目 尤其是在听力和阅读 甚至是写作上面 你才有可能能够搞得定他这个题库 如果他以后的题库 我们不是两百道 我们是两千道 那请问各位同学做何感想 对不对 其实也许大家就是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就可能在我还特别小 我想那个时候可能是高中的时候吧 雅思刚刚出来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四个八四个九 现在说出来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四个九 是吧 瞎了吧我 怎么可能有雅思四个九 但是当时真的有 可能也就是七年到十年之前吧 所以其实雅思也经历过那个时代 只不过是说 那个时候的我们都还在上初高中小学 是吧 我觉得肯定有更年轻的同学 你们还完全不需要考虑出国和考试这件事情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考试的 考试的这个 大概是在凯文老师年轻的时候 差不多 好 所以说 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吧 所以你会觉得四个七 还有四个八特别的好考 结果到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四个七都这么的难 那咱们更不用提四个八 所以说 PTE在 咱们可以预测一波 也许说不定今天参加公开课的同学 在十年之后 还能和C的老师 能有那么一点点机缘巧合 能聊聊天 或者是咱们能联系上 毕竟现在大数据时代嘛 那咱们就预测一波 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真的要通过预测的形式来做一些题库 那么甚至很有可能以后 PTE的四个七四个八都绝不会像现在这样 就是一直在往外涌出了 对吧 比如说老师十年之后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了 那我就想要解决现在的事情 OK 那我们就说一下今天现在的事情 现在的事情呢 就是考试一定会越来越难 而且什么提醒越来越难 write from dictation等素季提醒一定会越来越难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素季的提醒 它其实考的是什么呢 是考了你在几秒钟之内的反应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 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你雅思廷一考到八分 证明你其实有个非常好的实力 但是如果这个write from dictation 在两秒钟甚至三秒钟之内 说出来的句子单词超过了十二个单词以上 甚至伴有一些杂音和一些完全不清楚的这种发音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因为音质的原因 有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本人这个人发音的这种感觉 给你导致了这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请问你雅思八分的同学 是不是也一定可以搞定这个write from dictation呢 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我们其实去采访过很多很多的同学 他们其实基础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最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 这个题是一个素季题 搞得大家就全部在那愣着 就是就束手无策 那这种样子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对于今天的一个预测来讲的话 我真的是特别诚心的想要跟大家说 早考早好 趁我们的基金还能帮到大家一些 60%到70% 趁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办法 可以去用一些技巧来做 那如果等到以后真的这个命中率降到10% 20%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你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你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那么同时可能还有今天开放老师没有来得及 跟大家讲的repeat sentence 其实真正一家有教研的机构才会告诉你 口语当中最重要的题是repeat sentence 不是大家觉得看起来特别可怕的describe image 或者什么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真的是repeat sentence OK 好 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大概花了一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跟大家讲的一个未来的提醒 那么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讲的两个新题 一个是summarize spoken text 那另外一个呢是write form dictation 那么不光是要给大家讲新题 就像今天早上开放老师 是早一点今天开放老师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想通过一道新题或者两道新题 来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那我也希望大家今天不仅仅是来参加了一个公开课 我甚至就是从心底有那么一点点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公开课就能考过了 也许你们不会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课程 但是我觉得就是考过了这件事 能让大家申请到学校 能让大家拿到你们想要的PR 我觉得就挺好的 其实真的挺好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听力的过程当中呢 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有问题的话 随时在聊天框里面跟我互动 好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summarize spoken 那我怕有些同学就是 就是很久没有去研究过提醒了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几秒钟的小视频 好吗 好 那么我现在来看一下这小视频 这小视频干嘛的呢 就十来秒钟 他去介绍一下这个考试提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手中的话呢是有很多的基金的 那这个是第一 那尤其是已经参加过很长时间的备考的同学 那么第二呢 你应该是已经参加过某一些其他的机构的这样子的一些学习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很多同学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正好啊 昨天还有个学生问我 他说老师我基金都过了两遍了 感觉除了词汇量以外没有什么进步 就感觉我每次去考试的时候都是给PTE在 就征钱就这种感觉 好然后呢我问了他一句啊 其实我有问他 我说那你这个基金是怎么过的呢 因为我对于他就是过这个字我特别的好奇 他说我都过了两遍了 对于这谁给我调成绿色 我喜欢红色 我不喜欢原谅的颜色 好就这个过了两遍了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然后他就说那我都当阅读做了 那我问他 我说那你其实是不是就是在看 在熟悉这个东西 我说这个点是没有错的 他说对 我说但你有没有做一些别的事情 他说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基本上就是想跟在座的各位聊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手里拿着那么全的基金 其实很多同行基金真的做的挺好的 虽然我觉得离我们的吧 还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真的也做的挺好 而且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真的够用了 就是你别说考多少分 我觉得都够用了 你想考90分是吧 那其实你们手里的基金也跟非凡的基金会差不多 比如说听说读写这样分下来 然后他会有一个updating date 对吗 这是我们的一个截图 我就不拿这个有伤的了 好吧 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在想说 为什么我还不过 对吧 不是都说题库最重要吗 不是说PTE比亚思好考 就是在于这个原因吗 那我觉得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没能够很好地理解 summarized spoken text的评分标准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很好 那么其实同样的道理 它也映射到其他的考试当中 其他的提醒当中 比如口语 对吧 好 那它这个评分标准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用一个我自制的 比较清楚的一个表格 来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我不想拿着那个school guide 那上面字太多了 然后我帮你们稍微的简化一下 OK 好 其实呢 summarized spoken text是一个 哦 我插一句啊 就是大家不用着急说截图什么的 一会儿这个PPT 我全部都发到群里面 高清版 所以大家现在认真地听我讲 或者你记一记笔记就行 不用着急拍照 好吧 我都发给大家 OK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继续再讲今天的内容 那么这道题其实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满分应该是有十分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最高分 每一个项目都是两分 我们看左边这一栏 一共有五项 content form grammar vocabulary spelling 一共有五项 那么五乘以二 这个我们就知道满分是十分了 对吗 好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同学说 老师有的 我相信有一半同学心里面 是这样想 说老师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我都不知道 还有一半同学心里面 是怎么想的 是老师啊 我知道了 这个我原来在机构上课的时候 老师也跟我讲过 你想强调什么 好 对于这两类同学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句话 叫做绝大部分考生 如果说你们留到现在 听力 真的还有一点小问题的同学 我想告诉大家 绝大部分的考生 其实你们 尤其是看过激进同学 其实你们的 summarized spoken text 基本都是五分到六分的水平 那么这个五分到六分的话呢 我说的是一个 十分的满分 就是你得的是五分到六分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正确率 大概在50%到60% 那你也就说 哇怎么可能 是吧 我觉得我自己基金 能熟的不行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 好 首先我就认为你基金熟的不行 但是请问基金 能给你解决哪些问题 基金是不是只能给你解决 content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位同学基金看了 那位同学基金 根本就没看 但他上去可能 听到那么一两个单词 其实你俩的差距 根本就在这个地方拉不开 那我就假设 这个看了同学 看了基金的同学 是两分 这个没看同学的基金 是一分 那有些同学说 老师他会不会得零分啊 那你也太恶毒了 对吗 他不太可能得零分 为什么呢 因为整段全部垮掉 你才有可能得零分 比如说这个同学 就是一个关键的词 都没踩到 就是连个topic word 连个example 连个年份名字 他都没有踩到 那基本来讲 你得雅思在四分以下 我觉得才有可能得零分 所以说 其实你们两个的差距 也就只有一个一分 也就是10%的一个差距 那么我们来再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form的分数 傻子都知道 我应该能够得到两分 除非你是压根 不知道这个评分标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家就注意一下 我希望每个同学 都没在这儿放魂 我之前有学生啊 就是他说我那天考试的时候 就突然灵魂出窍了 老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写了73个字 我说没事 我说但你会扣一分 我说咱们下次不要了 结果他65分彩线过了 就是四个七 所以我就觉得 哇塞 我真是上帝保佑他 他要是真的因为这一分 就是导致了什么东西的话 我就觉得他真的太可惜了 你明白吗 其实不是别的 就是特别犯可惜 他真的是 就是我们上课讲了好几次 他就 他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我特别的 他可能就特别想把 那三个单词写进去 就写了74个单词 我不知道为什么 Anyway我们把话说回来 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会得到满分嘛 OK 好 然后这个我强调一点啊 就是 游戏团员问我说 老师是不是69分就会好一点 就是 我特别喜欢写到65分以上 这样让我感觉 我自己好像写的挺多的 其实我跟你说 51分和69分没有区别 除非 除非 你真的是需要65个字 来把你想写的内容写进去 那如果说你51个字写完了 你觉得我所有的内容 都表达完毕了 你接下来的事 就是话舌添足了 那么请不要 好不好 你这个51个字 也是有机会 可以拿到90分满分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 这个没有必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凭什么我就得5分6分了 来啊 你看这个位置 gramma vocabulary spelling 我跟你说大部分同学都得到什么地方了 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的 gramma 1分 vocabulary 1分 spelling 0分 真的不是我去夸大其词 你们自己看 你们不都考过吗 你们可以自己把那个成绩单拿出来 下面不是有小分项吗 小分项下面不就会告诉你的gramma 是多少分吗 那么有一个同学说 老师那个gramma就一定是sst吗 那确实不一定 但是它能反映出来你整体的一个语法水平 你不太可能说你sst语法满分 跑到sh去就语法50分吧 然后最后平均下来语法大概7分 我觉得这个倒不太可能 所以说一个人的语法是有他的惯性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如果你们全部的语法 都够在60分 还有词汇 都够在60分上下飘 还有些人 我就不说什么20分的spelling了 我们仁慈一点 我们说50分的spelling好不好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 下面的小分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 你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小分项的话 我觉得大家暂时还不需要去做任何其他东西 其实你就好好的利用这个基金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有听说 那老师怎么利用呢 我特别想得到满分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来给大家示范 我们怎么去利用啊 好 所以正确的使用基金的方法才是关键 那么这个时候你真的需要一个很负责任 并且真的有去研究过PTE这个考试的老师来告诉你 不是一个高分学员 不是说你旁边的一个甲乙丙丁的室友 考出来了一个高分 他就能告诉你的问题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有一道新题 最近Summarize Spoken Text出来的一道新题 我一直要强调的是 新题其实不是说要一道一道讲给大家听 是我真的希望通过这个方法 带大家搞定所有的题 OK 好 那我给大家三十秒钟的时间好吗 大家大概来看一看 能看清吧 对不对 OK 好 应该差不多了啊 如果大家还没有来得及看得很清楚的话 没有关系 这个题目一会连题带答案 我都会给到大家的 所以不用着急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要题的topic words叫做task structure 好 任务结构 听起来是非常理论化的一个东西 有点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来看 他是怎么说的 他首先说 task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job activities and skill requirements of worker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那么就是说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些工作和一些技巧 那么经常是人和科技的一个结合 人和科技的一个结合 好 那么这个时候听起来非常玄乎 什么玩意儿啊 对吧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要接受到 是吧 你 我相信你走到ATM机 跟钱的时候心情是复杂的 对吧 为什么呢 你要是去取钱的话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 因为你就觉得我账户里面有少钱了 你要是存钱的话 你就特别的开心 对吧 我账户里面有多钱了 所以说复杂 心情很复杂 时高时低 好 那ATM这个例子 它是怎么说的呢 它说的是原来啊 大家想一想国内是怎么回事 因为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国了 所以我要说错了 你们纠正我 我记得国内是这样的 就是国内会先把钱给你 先把钱给你 然后再让你去拿这个卡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会导致很多人就跟我一样 我当时还特别 说起这个时候我还特别逗 我当时去北京新东方 做第一期教师培训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 其实还挺小的 然后大概 可能就是大三那样子 然后去做培训的时候 结果到刚到了第一天 我就在 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海淀的一个农行里面 然后就把卡吞了 原因是因为 我当时着急数钱 然后就是 在数的过程当中 已经超过了他要的那个时间 结果就把卡吞掉了 那anyway 其实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就导致了一个结论 就是银行会花很多的钱 去帮你找卡 他这个钱一部分是花在人力上的 另外一部分 他可能就是不用的卡 他又减掉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他就举了一个 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例子 来讲什么叫 Task Structure 好那这不是不好吗 那么就改成了像澳洲 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说 我就先给你 给你卡 最后我再给你钱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大部分人去ATM 他的目的就一定是要拿钱的 那如果不拿到钱 他肯定不会走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大家就一定要记得 说这样就会省掉什么东西呢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他这个东西 多么的惊艳 他只不过是在Structure上面 稍微换了一个order 对吧 他Changed order 然后这个时候就 哇 Save the millions of dollars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又给你总结了一波 他就说 Rearranging the task flow Can ensure satisfaction And prevent people From making errors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 他就总结了一波 所以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题目呢 他并没有多难理解 好 其实这个时候 大部分同学拿着手里的基金 做完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下一题了 那你知道 为什么这个位置 你会失败 而有些同学他会成功吗 因为其实你已经 快要到手的一个题目 就 就被你这么扔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道题 最后的得分点 一定是语法 一定是vocabulary 一定是spelling 那你要怎么做 你才能够把它保证好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同学们 写一遍啊 就是大家拿起手中的键盘 慢慢的打字 你就打一遍 对不对 在打字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感受到 完了这个词 我不是很会拼 对吧 完了 这个ATM的这个全称 怎么说呀 对吧 万一我当时不想写ATM 我想写 automatic telemachine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就很多同学 他会发现一些问题 那么认真的同学 就把它改掉了 如果你只当阅读 做了一遍以后 那不好意思 你永远也不会意识到 你自己其实不会拼写 automatic machine 对吗 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 那我们这道题 应该怎么做 首先大家手里的基金 我个人觉得 一般都会有点长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回忆 版本不同 所以说为了保证 给大家最full picture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大家 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自己 拿到的基金 稍微的简化一下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大家做到 这两件事情就可以了 你脑海当中 存着中文 做什么事情呢 去理解 就是你要尽量的 能理解它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练习的时候 哎 我都打错了 sorry 其实是练习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用英文去打 你不要在练习的时候 给我打中文的点 说老师我记住了 不行 因为这个时候 不能解决你的语法词汇 和拼写的错误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去练习 好 那么把它简化 简化成完全没有废话的东西 完全没有废话的东西 好 第一个呢 叫做 definition of task structure 或者是topic word 这是不是你的topic 很简单 有一同学说 老师 这个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简化基金的时候 我万一弄错了怎么办 这个是很多学生 就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时候 他特别纠结 比如说他说老师 我的第二点和你第三点不一样 他说老师 我第三点和你第四点不太一样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纠结 我再说一次 就是内容分上 真的拉不开差距 而且到时候 你在考场上的时候 你还要再听呢 你在这个基础上 你还要再去整理笔记呢 那万一整理笔记的时候 其实是你对了 但是我错了呢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简化基金的时候 大家稍微随意一点 不要太刻板 那最后在考场上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有一些删减 到时候再去做 就完全OK了 而且这个字数 也没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好不好 所以在简化基金的时候呢 不要纠结 不要纠结 有同学说画面不清晰啊 好吧 好 那现在还在follow我的同学 画面清晰的同学 给我一个666 好吗 还是说我的画面不太清晰 不太清晰 很清晰 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Kavin在吗 我们同学 我们同事有没有在 OK好 看得清好 OK 那同学 那个看不清的同学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网速有点 有点慢 好不好 没关系 等一会儿我再给你们PDF 好吗 我给你们PDF 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继续啊 好 那说到这个基金简化的问题 就说大家不要去纠结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啊 假设 假设你想要把这个点和23 有些同学想把23结合起来 比如说他说老师 这不是都在讲ATM吗 我想把它结合起来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你可以说他先换了顺序 然后又省了钱 对不对 你简单的去说一下 他把顺序一换 然后就为银行省下来了 特别多的人力和特别多的钱 那完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不要纠结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第三步 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 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不要套模板 太土了 对不对 显示不出来我高超的技巧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要再拉回同学 带你们看一遍 这个评分标准啊 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他这个评分标准部分啊 非常的简单 包括他的gram 其实用的这个keywords 都叫做correct 就是他想要强调的一个东西呢 是正确 并不是要什么高端的东西 大家要记得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评分标准 有的时候很重要 包括词汇 有些同学心里面也很难受 他们老是词汇 我要怎么得到高分啊 是词汇量的问题吗 不是 是你只要用到一个合适的词汇 就可以了 OK 合适的词汇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说 老师我不知道什么是合适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很简单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 叫听到什么写什么 或者是基金里面 一开始给到你什么 你就用什么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把握住 正确的语法 因为很多基金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词汇吧 其实还可以 但是他的语法有很多的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在用别的基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好不好 好 然后呢 我们继续再回过来 那么这个模板 其实完全可以满足 大家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 这个语法限制住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哪一个部分是模板呢 这个部分是模板 这个地方是模板 好 有些人可能看不清啊 这样子 理解的非常正确 Administrator 这个名字也很霸气嘛 对不对 理解的很正确 OK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干件什么事情呢 我给你们复制粘贴 那如果有同学 现在就特别马上需要的话 我就粘到聊天框里面 好不好 有时候觉得字数不够怎么办 好 同学那个 字数不够的话呢 可能是因为你的基金 还没有背的很熟 一般情况下 我给你算一个数字 模板这边呢 一般情况下 会有大概20个字左右 20个字 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30个字 30个字这个地方 其实你大概要写到的是三句半 其实你每一句话 写一个非常短小的句子 基本上是足够了 那么最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这要写的三句话 所以你的那个基金里面 我觉得一道题 只要有三句话 就肯定字数够 一般来说 同学会写超字数 所以如果你的字数不够的话呢 这一块你可能是 要第一个是自己记的笔记太少 第二个是基金目前能给到你的东西 你还没有来得及看 对吧 好 所以到时候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下来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哦 你说想写的太多 哦 想写的太多 这个事情太好办了 明白明白明白 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写的太多的话 你就可以随意删减模板 不用着急 就是你完全可以不用模板 但是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用模板呢 对 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让大家用模板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同学反应说 老师 如果我每一道题 每一个基金都像你说的这样去写的话 我太需要动脑子 我要旅游 我要考试 我要final 我要结婚 我要生孩子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这个时候 其实模板最好的一点 是想给大家固定一个思路 也就是说 其实你上来看到任何一个比较 就是杂乱的那种基金 你就下意识的给它找出四句话来 然后套到这个模板里头去变成一个四句话的段落就可以了 所以模板其实唯一它 我个人认为啊 它起到的作用是想给大家统一思路 并不是想让大家一定要一字一句的去照着这个模板来讲 所以能懂我的意思 所以Sara如果觉得你占了太多的字数 然后你不在乎 就是说我每道题都要就是去写很多的东西的话 那么你就去写 没有关系的 你只要还是回到那个评分标准上保证 我的语法 我的spelling 我的vocabulary 全部都是对的 就足够了 所以一切的问题和改变 跟用不用模板没有关系 跟评分标准有关系 你做的任何一个东西 只要符合评分标准 你就是对的 OK 好 所以说大家不用纠结啊 这个模板你用也可以 不用也可以 好 然后呢 我就教大家直接把这个模板套进去 就会非常清楚了 大家还记得我刚刚简化的那个基金 然后再加上这个模板 你看我把它套进去以后 就会显得逻辑非常清楚的一个答案 就结束了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说 this speech discussed 这个横线部分 是不是我们的topic 是不是task structure and atm 我甚至可以 我告诉大家 就是你不用写的这么复杂 其实你完全可以这样子 就是你如果语法是正确的 你就直接在这里写就行了 就这样 这个句子太简单了 所以有的时候 它可能就直接变成62个字 所以大家要记得啊 你们最喜欢出错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就说一个 有些人老给我这样写 他特别喜欢给我在家里加个with 好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这简直是经典的错误 这个错误经典到 一直从我从雅思写作 交到现在的PTE 就是discuss 它是一个急误动词 大家不要在里面加with 只有是 或者是还有人喜欢这样 discuss about 还有些人喜欢这样 就只有talk才要加about 大家不要在discuss里面加about 你只要加一个借词 你的语法就扣一分 所以我特别 我有的时候就为很多人觉得惋惜 其实你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地方 一点都不重要 有些人就拿着基金当宝贝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 就是它不会影响 和你和别人之间分数的拉开 你和大神的差距根本不在这 为什么他能考90倍 因为他语法都是对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你要真正去研究的 是你写在纸上的东西 是不是正确的 而不是说你有没有听懂 有些特别纠结 哎呦听不懂 什么中间的意思我忘了 什么年份我忘了 什么那些东西 就是其实根本就不要紧 好吧 好 后面东西继续 无法炮制 你看 firstly she mentioned that 如果这个customer 可以先拿钱 再拿卡 那么 哎 这个银行就可以省下来很多钱 对不对 好银行省下来钱 我写到第二个点了 好最后我们就说 rearranging task flow 可以ensure the satisfaction and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对吧 完美 结束了 所以这个东西 它相对来说 就特别的简单 而且以后 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把你手里面 所有的基金拿出来 都能用 对不对 好 那么有一个推文说 老师那我大概要写到 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是OK的呢 好 嗯 OK 好有同学在提问题 你们还在下面 跟凯文老师 讨论口语的问题 哇塞 好尴尬尬啊 好没关系 你们继续讨论 我这边继续讲 我跟大家说 写到什么程度啊 好 写到 你要改到自己的 语法和词汇 字数 拼写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你才能下一题 OK 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 一二三四步 我们一步一步来过一遍 第一步 你真的要搞清楚 这一题的评分标准是什么 比如说我在帮凯文老师 刚刚讲的东西 稍微回忆一下 是不是 就是你的describe image 你的内容分到底是占多少分 你的内容分 你到底是要讲成什么样 你才能有四分 你讲成什么样 你才能有三分 我觉得讲到死 我们都不可能有五分 很多诞生都没有五分的 所以说大家要记得 就是说如果你去把一些时间 花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的话 你整个方向就走错了 所以我们反而要更去强调的是 pronunciation 对吗 那么反而我们要更去强调的是fluency 那sst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要刻意的去强调这个内容 因为你写死写活 也就是一分和两分的差距 而我们要去干什么呢 我们要把grammar vocabulary 和别人写的不好的spelling 我们要搞好 尤其是我想对哪些同学说这个话呢 我特别想对那些 就是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说这个话 第一 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呢 他就很没有自信 然后复习的时候呢 就总是喜欢去担心一些东西 那就自然而然导致他的注意力被分散 第二呢 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 反而语法容易出错 那么在经过一些改写之后呢 他自己肯定会有一个进步 而有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同学 本身语法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哪怕我在这边不去聊 他可能也自己是注意到的 所以我这个点 我特别想跟那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去说 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好不好 一定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步 你手中不是有基金吗 你拿出来好好整理 你不要去看 你把基金当阅读 一定是个很失误的事情 一定是个很失误的事情 比如说口语的基金你要练呀 写作的基金你要写呀 对不对 你不写 你拿着它干什么呢 对吧 当摆设 你了解了一下又怎么样呢 对吧 所以这个内容分上没有很大的差异的 好 第三步 套模版 套模版是为了什么呢 这一步可有可无 好不好 套模版主要是为了让大家 把整体的基金 有四五十道题 我拿出来 我写四五十个 其实我都不用很费劲 因为我四五十个 写的东西都差不多的 写的都差不多的 好 千万不能忘记的第四步 就是检查 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 修改自己的语法和词汇 让这个字数符合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拼写 问题你也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上考场 没有一个人来给你改拼写了 只能是靠你自己平时的积累 好 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个 英美混拼的问题 这个英美混拼呢 一会儿呢 我会发一个 英美混拼的一个表格 在群里面 那希望大家把它收藏好 那这个英美混拼呢 是很多连七八十分 就要考八十分的同学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很多那种 要考七十九分的同学 其实基础已经很好了 他就老是在这个英美混拼的地方 搞不清楚 吃亏 所以这个点呢 我等会儿给大家发个表 好不好 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 那么在检查完毕之后 你基本上就完成了手里全部的基金 答应我 你一定要做到 好 我今天给大家打一波鸡血啊 其实PTE的考试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的一个练习程度 和落实程度 有很多情况下 是跟他说了 他懂了 然后他不去落实 他不去落实 好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到这个问题 好吗 书写格式是什么意思 我没太理解 就是你直接写成一个paragraph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就可以了 你是说开头要不要空行吗 还是说什么意思 OK 好 Anyway 你先 我等你回答我啊 然后呢 我先跟大家说到 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到 对 你不用开头 你就按照 你就按照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去做就行了 就是不用开头 什么都不用 但是你正常情况下 当然要写了 你按照我这个来 你就像写写作文去写 要有标点符号的 这不是有句号吗 这不是有逗号吗 对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标点后面一定要有空格 大家一定要知道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打一个逗号 sorry 对对对 打一个逗号后面要空一个 你问一下 经常打字的时候 逗号后面不小心扣两个 会扣分吗 这个吧 应该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但如果你老是这样做的话 我估计啊 我估计还是有影响的 但是起码在这个评论标准里面 没有什么问题 你尽量的小心一点吧 好不好 这个倒是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不要懒 练起来 好不好 好 所以这是我们全部的 SST的一个方法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非凡英语的同学做到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希望你们能和他们一样 好不好 OK好一个十秒钟的小视频 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 其实他们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落实到自己的一个 word文档上面了 而不是说你拿着手中那个鸡精你看两遍 有些人看着看着就去玩游戏了 是吧 看着看着你现在是不是又去看路阿路的游戏了 今天晚上路阿路打比赛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呢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而且不要等到考场上了再临时发挥 你拿着一份鸡精要正确的把它使用起来 才会有一个好的东西 OK 好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能力 也是有这个毅力 可以达到这个东西的 只不过是说早晚的问题 所以大家今天上完公开课之后 加油 好吗 加油 有一团说问自己怎么检查语法 就是这样子 你呢 要不然呢 就身边有个大神 你就写一道题给他看一看 你呢 要不然就上网 用那个grammarly 对 凯文老师在下面给你发的那个grammarly 很便宜 大概一年就几十块 所以你就直接去写 你最大的问题是英美混血 我觉得你那你一定特别美 好吗 我最大的问题是 湖南湖北混血 OK 好 所以那个 嗯 我知道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等会我帮你解决 听力还有哪个题型 看基金有意义 听力还有哪个题型 看基金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马上我就会跟你讲了 我来给你讲 write from dictation 好不好 好 那所以说不要懒 答应我一定要练起来 好吗 好来 我们来讲 我们还有十分钟 好不好 我们多讲十分钟 好不好 本来要讲到十点的 那我讲到十点十分 可以吗 可以的话 给我双击666 送我一波大火箭 好吗 好 好 摸摸答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摸摸答 摸摸答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 嗯 同学 你大火箭 送的走轻一点 好吗 为什么是大火箭 好 Anyway 嗯 好 都好都好 大家都在啊 特别棒 其实我露脸的话呢 可能就是马上人数会double 但是我选择用实力说话 OK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write from dictation 那这道题刚才Sarah 问的非常好 她说老师 还有哪一道听力提醒 看基金有意义 呃 其实以前我会怎么说呢 以前我真的会很简单粗暴 我跟大家说 以前这道题 我上课是怎么讲的 我跟你说 我说 我说我们这道题 所有同学背两遍 考试你就去 我保证你拿30分 好 但是现在呢 不能这么说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呢 出于负责任的角度考虑 第二呢 哪怕是有了基金 有些同学甚至都听不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好 我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好不好 那首先呢 呃 我给大家展示三个录音 我给大家展示三个录音 好 我们先 大家先来安静一下 就是呃 大家按住自己躁动的心 好吧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我本人 按住自己躁动的心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这三个题 那这三个题呢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这三个题 其实也不是考试的原题 呃 我说的是录音啊 就是他这个录音 不是考试的时候 那个原样的录音 题目是真题 那这个录音是哪来的呢 是我带着的 就是我在外面找到那个native speaker 给我们录的 那么呃 在录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跟他们说 我说其实我要不同的口音 并且呢 最好是要有这种呃 变化性在里面 所以这样能体现出来考试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我也想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就是为什么你在考试的时候 听的东西那么不清楚 好吧 那我我挑了三个啊 这三个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好 我们先来一个 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 三 二 一 A very basic feature of computing is counting and calculating 有什么感受吗 各位可以在那个聊天框里面分享一下 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 就是轻 这句话长 我觉得还行 谁说印度口音啊 对很好 很清楚 能写出来 没问题 对 这个是真的很简单 他说的 basic feature of computing is counting and calculating 对 有些同学他背了基金 就觉得还行 对不对 好 所以其实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真的算是送分题了 这印度口音的这位男生 你可能有点 你对印度口音有点误会 是不是 好 所以这是一个 这还是一个native speaker 我还真的找的是native speaker 好 继续 再来第二句 我们再来第二句 好 再给我一点感反馈 三 二 一 animal raised in captivity behave differently from their wild counterparts 好 这什么感觉 背了基金的同学就 就肯定就还好 对吧 好 好 好 nice nice 好 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七七 七七的 七七的iPad 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暴露年龄 电视剧叫 什么 我忘记了 但里面有个女主角 朱七七 anyway 就是七七 你有在 你有在那个 你有在背基金吗 哎 对 50外事 对 找到同龄人了 很好 七七有在背基金吗 还没背 对不对 好 所以我觉得你能够表示的就是 你能够表示的是很多就是 如果万一我在考场上就碰到一道我没有听说过题的一种感受 所以其实七七刚刚说大概她能听到一半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道题它不光是稍微快一点还有点难 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的是在 在人为抚养的情况下 动物就已经失去了一些它在野外的这种生存的这种习惯 所以这句话就已经有点难了 这句话真的已经有点难了 所以在它内容上有点难的情况下 再加上这个语速有点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点无力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最后一句 好不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最后一句 来 三 二 一 Mutually exclusive events are described as neither complimentary nor opposing 好 什么感受 我就问你难受不难受 对吧 我就问你难受不难受 难受吧 是不是 好 梦逼了 好 所以说 好 我觉得就是 很多人是什么感觉啊 很多人是 他在 还是看了几经的只记得后半句 呼噜呼噜的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就是 他在说话的时候 他的停顿也比我们 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就是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为什么中间停了一下 有的人呢可能听到了complementary 有些人 我跟你说你听到complementary的时候 我都觉得挺好的 我都觉得挺好的 好 没关系 回头 那个我告诉你们到哪去找 我这个东西呢 都在那个 Ligy FM上面能找到 所以到时候你们可以再去听 好吧 没关系的 好 我先给大家 我先给大家就是 看这三句话吧 行吗 然后我们再一次放一下 我们再一次放一下 免得大家心里面很不爽 总好像是个着了什么 好 第一句 先听一下 很清楚 是不是 好 第二句 好 第三句 好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其实你现在是不是 看着这个字 你是什么反 你是什么感受啊 我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你看着这个字 觉得好简单 就是你看这个字以后 觉得easy 对吧 老娘没问题 就感觉这种 这种是这样子啊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说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例子 来跟大家说这个题 就是 mutually exclusive events 就是大家互不互斥 对对对 就是那个 有点像互为反数的那种感觉 应该是一个理论 我个人认为 就是是一个理论 那 mutually exclusive 就是它互相排斥 就是两件事情 根本不可能同时发生 发生了A 就不会发生B OK 是这样的意思 好 继续 那么我现在来看到的是 我想给大家强调的是 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 新题 给大家的一个感受 不光 我不想让你们看这个字了啊 就是它真的是给你一锤重击 它给你的感受 并不是说 本身体现在这个句子上有多难 我希望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是因为听不清楚 或者是说 有不同的一些外界因素 比如说句子比较长 比如说它的口音有点奇怪 比如说就那一下你走神了 等等这些东西 都会导致你当场的时候就丢分 OK 丢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吓人的东西 因为我特别喜欢恐吓学生嘛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看一下就是如果这一道题你真的没有能够做好的话 你会丢多少分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多少分要考79分呢 我跟你说这一道题你只要丢掉了 比如说 一半吧 就是这个句子你丢掉了一半以上 一句话 一句话丢掉一半以上 你就直接 你就不可能再得到79分这个分数了 OK 好 那么有些人说老师我考65分 65分我是不是能够稍微再有一点戏呢 就是65分呢同学如果掉到了一句话当中的一半的句子的话呢 你可能 这就是你的maximum 就是你 你再掉 就可能也考出来65分了 所以我经常恐吓学生 我说 这一道题当中 你有什么特别大的失误的话 你就跟这次考试say goodbye 你就回家 洗洗睡 然后你就拿准备好钱再报下一场考试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提定江山真的很难受啊 让人觉得很难受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评分标准 Score guide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大家没事多看一看 我们来看它假娃娃一般的评分标准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到假娃娃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假娃娃是什么感觉呢 listening加上去一分 and加上去一分 writing加上去一分 什么意思 你看它这个地方怎么说的啊 它说 h correct word spelled correctly 可以得一分 那么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放的那么几句话 是不是加起来可以得将近三十分啊 同学们 所以说如果你大概有一半的句子 全部都没有听见 甚至一整句都没有听见 你丢掉的是多少分 你丢掉的是五分 你丢掉的是十分 你要答多少个填空题 答多少个多选题 才能拉回来这个分啊 并且这个地方不光如此 还有更惨痛的 就是这个地方还会给writing加分 如果这道题你挂了的话 你连你的writing一起挂 所以有些同学就是 他总是无端端的去找 凯文老师背锅 是吧 他就说 凯文你给我的这个模板 怎么回事 对不对 他写作一看五十分 对不对 写作一看五十分 特别生气 说你这个模板不好用 对吧 就我都用了 都没有得到高分 别人九十分 其实这个锅不应该是凯文背的 对吧 你应该来找我 可能是我背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 应该是write form dictation没有做好 write form dictation没有做好 好 你最后一句唧唧 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 好 所以说这个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那这道题有一同学说了 老师 我又没有什么办法呢 那其实啊 讲句良心话 所有的办法到目前来讲呢 我个人觉得 除非你真的是埋头苦练 就是头悬梁 追刺骨 练什么东西呢 我等会给你们讲啊 就除非是那样子 要不然它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评分标准 夹一个单词得一分 夹一个单词得一分之后 我们最起码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呢 这一段我真的是想吼出来 但是我讲到现在 其实我嗓子已经有点难受了 所以我吼不出来了 马景涛替我吼一下好不好 好 起码从这个评分标准里面 我可以知道的是 WFD不会倒扣分 夹娃娃 对吧 夹娃娃 你还能把这个娃娃变消失吗 是不是 你又不是留签 所以夹娃娃是 你只要夹起来 你就可以得这个一分 你不会倒扣分的 OK 好 第二件事情 语法无所谓 有些人说老师 真的吗 真的呀 我跟你说就是 我们见过太多的学生 考到了90分满分 语法也是90分满分 他说老师 我write from dictation 瞎写的 他就有什么东西 就往里面加什么东西 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 非凡英语的美女顾问家老师 Rachel老师 对吧 他就是听力90分呀 他语法也90分呀 他自己基本 他说他每次大概要加四五个单词呢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语法无所谓的 OK 那我们 以前是那种很老掉牙的套路 就是去问官方 你觉得这么doggy的东西 官方会怎么回答你呢 其实官方最后也告诉我 他说你要自己判断语法呀 你要自己猜测呀 什么什么的 那我觉得你在跟我说废话 对不对 你跟我打太极 我就不想跟你讲话了 所以说我就去找一些同学的实力 我觉得考过了的同学 最有说服力 所以说大家以后 谁在我的屏幕上乱话 你不喜欢马景涛吗 OK 好 同学 你的鼠标注意一下 好 继续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看一下 就是语法无所谓 好吗 那么紧接着最后 夹娃娃 就是你先夹它还是先夹它 也无所谓 单词顺序也无所谓 所以这三个点 我希望同学以后不要再问我 然后而且也需要大家记住 那么用 有了这三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特别猖狂的使用 某一些技巧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语法写错 不是拼写错了吗 没顺序 不是前后两个单词 掉个就扣了吗 语法写错 亦飞 亦飞你跟我的发小叫一个名字 但是你说这两个点都说错了 OK 好 是真的 是真的 亦飞 你是在讲WFD吗 你是在说 right form dictation吗 语法写错 怎么是拼写错 什么意思 我没太理解 谁说前面两个单词 掉个就扣分了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三个大家能听懂 你是哪里 Word和R 不扣分啊 你就写WordR 你就写I were 你就写I were I am I am wordgenius 你就直接这样写就行了 你不记得是什么东西 你就这样写 懂我的意思吗 不扣分 原因是什么呢 M得分 那他就得M 把Word丢在那个地方 单词的顺序 不会影响写作吗 不会 不会影响 就是不会影响写作 这道题 就是大家要记得 以前 单复数也不会影响 就是说 以前啊 大家还很畏首畏尾的时候 就说 这个题目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这样那样 但是后来真的是 我自己也很难受 就是有学生 这样跟我讲了以后 他说老师 我运法90分啊 我right form dictation 瞎写的 对 没错 Sarah理解的是正确的 你懂 大家懂 我要跟你们讲的 什么叫假娃娃吗 就是 你们明不明白 什么叫假娃娃 就是 你写的所有的单词 都是下面的娃娃 然后你把下面的 你写对了的单词 和答案对的单词 他就会把上面弄起来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对 好 所以说 大家要记得 他的评分标准 只会截取正确的单词 然后给你一个分数 其他不正确的单词 就放在那 对 顺序也没关系 就真的有人瞎写 然后最后得90分 所以就你们去问问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就知道了 所以我以前呢 还不敢这么猖狂 知道吗 就是 因为相对于来讲呢 就是 我可能会比较保守点 你们相信我 老师呢 会比你们更 是的 是的 一非你说的是对的 在这道题里面 得的分数都是一样的 就是Here you are 和Here are you 得的都是三分 一模一样 没有问题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家要记得 就是我 我其实之前跟大家说 我说不要瞎加 我有时候会跟学生说 我说尽量不要加 好 结果有一天 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 就突然有个女生跟我说 老师 我上次瞎写的 我语法90分 然后我就疯了 OK 我就疯了 所以你能感受到 就是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我那个感受吗 我说真的语法90分吗 OK 好 所以说 大家不要去担心这个点 他只是想问你有没有抓住正确的单词 所以我再说一次 不要管语法 不要管顺序 然后也不要管到不到扣分这件事情 你就尽量的把你有可能听到的单词往上写 这是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要放弃 不要像你刚刚听到第三句话那个样子 整个人就在那边懵逼 很多朋友就是在那边待了大概四五秒钟以后 就其实刚刚仅存的一点点记忆也忘记了 好不好 好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一道题现在已经不能靠基金来解决问题了 好不好 这是我们听力老师在教研的过程当中 给大家的一个手字母增强版法 好 首先呢 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base 还是在做手字母拼命计 什么叫手字母法 我再跟大家讲一遍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叫a very basic feature definition of computing 然后呢 在听到这句话的同时 你不要全部听完了再开始写 手一定要拿着笔就写 a v b f o c 就这样写 ok 好 能写几个 算几个 这个方法叫做write from dictation 的手字母法 其实很多老师都知道这个方法 原来没有那么多基金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在教学生 ok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加强版 什么加强版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名词 动词 你都要拼命的猜 比如说就像刚刚有同学说到的 说student student a student 就拼命的去猜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你有可能自己刚刚没有听见 其实这个方法特别特别的去帮助大家 尽量多的可能去得一分或者是两分 你不要以为用这个方法就可以百分之百全部记下来 你要求太高了 这个方法能给大家就是尽量的去得那么个两三分 有些人就差那么个两三分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样子就是去做 尽量的去做 不要放弃 这道题很忌讳的就是直接放弃了 就是哎我没听清放弃了 不写了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样 好 借词 贯词 大家请随便加 考试的时候提供纸笔 做笔记的 你一定有东西记笔记的 不用担心 好 所以说这个叫做首字母增强法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很多人呢 在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手是闲的 因为他觉得背了基金 我跟大家说 现在什么基金都只能大概保证三道题里面中两道 四道题里面中三道 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你一定会碰到一个新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新题对于很多79分的同学来说是致命的 所以你尽量的去多记 好不好 尽量的去多记 OK 好 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做以代弊了 好 那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小秘密 什么小秘密呢 一般第三句和第四句 一共三到四句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其实一般最后一句是最难的 一般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反应的 前面两句会很简单 让大家就自信心爆棚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给你们设置了三句话 我故意搞成那样子 就有很多人就是前两句我都是这个基金啊 然后后面再去听的时候就完全傻掉 整个傻掉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说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 这一道题 以前可以看基金 从十月份开始 请不要靠基金了 好 那么我们以后就用手字母拼命计 这样的一个方法 动词名词随便猜这样一个方法 借词贯词随便加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不好 尽量的让他能够更多的抓到我们给他的娃娃 就是我们把这个娃娃放得更多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 write form dictation的一个复习的方法 我等一会儿会一步一步的发到群里面 包括你们刚刚很担心的英媒混拼 包括还有些同学说PPT看不清楚的 我会把PDF放下去 好不好 好 所以说这前面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summer spoken text和write form dictation 因为我特别特别担心的是很多同学 连评分标准都没有搞清楚 自己去复习的方法全部都是错的 OK 好 所以说我以后不想再看到这样的问题 我以后真的不想再看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讲的东西呢 大家记住了80% 好吧 能做到 对 没错 Rachel说的是对的 那刚刚凯文老师的模板也可以加吗 凯文老师的什么模板 那你问凯文老师 凯文老师你讲模板了吗 我怎么没记得 我刚刚也在听啊 DM模板是吧 哦 好的 他应该都会给你的吧 嗯 好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对 PT 他的PT也会发到群里面 好 大家给我五分钟的硬广时间 好不好 嗯 之前给了这么多干货 好 给我五分钟的硬广时间 好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PT学的好不好 其实三件事情是关键 我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一份靠谱的基金 你们都会有的 OK 你们都会有的 好 我们还会是这么完美的一个教研 比如说你去一个学校 第二天他又换了个老师 第三天他又换了个老师 原来教你的老师不知道去干嘛去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不靠谱的一个老师团队 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通过我和凯文老师 能理解到非凡英语的一个教研的一个呃 就是我们用心的程度吧 可以这样说 就是你可以看到凯文老师他在给你们放那些呃 语音sample的时候 你知道那些东西都哪来的吗 就是我们一个个找学生拉过来的 他一个个他一个个在群里面让学生标记自己的口语得分 你的pronunciation是多少 你的fluency是多少 他一个一个去 我们一个个找学生这样要来的 包括为什么我知道你们特别喜欢出现discuss about这样的错误 因为我们一篇一篇帮学生改来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 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坐在那边歪歪出来的 不是说我们吹个牛 做个公开课就有了 我们一个一个找学生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用实例说话 用学生考过的例子说话 呃我觉得真的是最重要的 好吧 最重要的 OK 好所以说呃 如果有些同学呢 就是就是你你已经看过很多的课程了 没有关系 那非凡英语的励志FM和这个YouTube 我希望大家去看 好吧 我希望可以去看 呃 大家就是励志FM上和YouTube上可以看到很多我和凯文老师的东西 还有整个非凡英语团队的一个教研 OK 好 所以呃 我们一会儿答应给大家的东西 全都会发在我们今天的十月公开课的群里面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